0123456789 再进一位呢 你就得变成101112 101112是吧 所以我们从小就默认了 这从1走到9 再进一位成为10是吧 10 那10个10再进一位 就是10个0就是100 好像就这么数数 就是理所应当的 但是你有没有仔细想过 为啥非得是10个数呢 难道就不能5进一位 7进一位吗 其实说来也简单 你伸出俩手 这不就明白了吗 全世界古人数数的时候 基本上精神正常的话 大部分都会下意识地掰手指头 这就是最顺手的 那么每到第10个 那就得从0从1算起 这就是我们所谓 10进制的源头 包括中国这个 甲乙秉丽物极更新人贵的天干 这不也是10进制吗 那么除了10进制 有没有其他的呢 其当然存在了 如果呢 你用你大拇指 掐指一算 掐算你另外4个指节 你看看 3乘4数量正好是342 古代两河流域 就是伊拉克那边 就特别容易这样 掐12进制的东西 左手掐12指头节 没满一次呢 然后呢 再一下 再一个 正好5乘以12 属于60啊 这60还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呢 很有意思 你看 这春夏秋冬轮回的一年 基本相当于12个月 让圆缺的一月 是吧 12个月一年 那一个月呢 基本相当于30天 基本都是6的倍数 那又因为两河流域 是最早的农更文兵之一 这立法对农时的条件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62 30 60 这种进制的模式 就被天文立法 是大量的运用起来了 当然 我们这边的地支 那时候 子丑一某 陈四五位 身有虚害 也是这种12进制 把我们12生肖 也按照这个来的 那当然如果说 再奇葩战友的呢 还有更好玩的 中美洲的玛雅老格 他数数的时候 非他把角色也给算上啊 又神奇的20进制啊 20进制也不少见 这种模式在欧洲内部的 草寻报的古凯尔特人身上 也用过 凯尔特人嘛 这两个都是法国那片的土著哈 但是就在欧洲大陆 罗马人的10进制 一统江湖的时候 这个奇葩的法国人呢 至今还是在自己的数字里面 混合进了10进制 20进制 72就是60加12的意思 这个99呢 是gethevandy snoof 什么意思呢 就是4乘20加10加9嘛 学国法语的人 估计都被这个闹清过啊 所以呢 一种变运记录的 一懂得表示数字符号 就非常必要 这最早呢 还是伊拉克那边的苏美尔人 他们就在泥板子上 刻了这种玩意儿啊 我不说你都知道咋计数的哈 1234画杠啊 不过呢 这到了4以上 明天有点麻烦了 这画的太多了 所以你看中国这边 就选的比较有意思的方式 你看123不用想 还是这种 4呢 甲骨文金的写法 都是这个 还是4个杠啊 后来变形成了这个 那个5啊 古体是这么写的 说文解字呢 说这叫天地相较的正中 等于5啊 不知道5嘛 但是呢 西方那边技术呢 也喜欢在4上面 打个斜杠 表示5岁 不排除5 是这么来的 等到这689呢 其实上古炉别肘的写法 本来是斜音的啊 这么写应该是戒音 至于7呢 现在也没有明确数法 可能是2的变体 5加2 等到10嘛 其实就是一个技术法啊 一个杠上面一个数就是10 两个杠是念20的意思 3杠30的star 等到罗马那边 又没有象形文字 那怎么办呢 其实这样更好记 123还是和我们差不多啊 杠杠杠 然后上古就英语读了 这个V是5啊 IV是4啊 VI是6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V是5嘛 放前面是减法是4 放后面加法就是6 那V俩杠就是7 V3杠就是8 然后呢 这个XX呢 就是10 那一个杠一个X就是9 一个X一个杠就是11 哎 理一理 能明白吧 总之技术法的出现 不仅让数字可以具象化啊 你仓里的骨子多少 每个人挣的税金是多少 你都可以直接标记并且运算啊 但是呢 有一个问题 就是单纯的数字难以解决了 大约呢 在中国的春秋时期啊 这个是哲学史 所谓的轴心时代 古希腊那边 也有一篇特别爱琢磨世界本源的神人啊 不过呢 比起中国的这种啊 思想化 异想化 他们这种思想看起来 有时候比较可笑啊 比如呢 有一哥们的泰勒斯 他这位水是世界的本源 火是世界的本源 当然还有一种原子是世界的本源 那个小球球组成世界的 这个德摩克里特 现在那个原子不一样 当然还有个更好玩的 他们无限崇拜数字 认为数就是万物多本源的 毕达格拉斯学派啊 这个学派呢 最后走火入魔 他认为世界上 没有不可能用数表示的东西 数是本源嘛 二就是分歧 五表示婚姻 十表示完美 他都不写字了 直接拿数写 他们其实也算是最早发现 这一个直角三小型的 两个短边的平方加学 等于第三个平方的神人 就我们的购物定理 但是问题来了 这个毕达格拉斯学派 有一个小弟叫希伯格索斯 就发现了 如果一个直角边 都是一个等一三角形 很常见这种等一三角形 是吧 那这个斜边呢 怎么算都没法 用正常的数描述出来 当然我们现在知道 这个斜边是根号二 是吧 是个无限不全的小数 是吧 1.41421356 是吧 但是这个对于毕达格拉斯学派来说 那简直是晴天霹雳 这世界怎么能出现 这么不符合世界本源的东西呢 不对 一定是这个东西出问题了 所以既然纯粹的数拥有局限性 那怎么办呢 一个新的方向出现了 我们下一讲再看